你告訴我,怎樣才是最強的拳? 用全身的力,集中是怎樣打出去的拳是最厲害的 真是厲害,但是我從來未見過石頭會打人 我們的對手,都是會動的人,哪有最強的拳? 道理怎麼說都行,不如我來比試一下 那麼最強的防守又是甚麼? 是進攻,與其浪費力去防守,不如全力進攻 在最短的時間一擊即中 哦,這樣說法,你們霍家拳和堂守一樣,是至剛的拳法 你只懂得說你都不明白,剛缺右,是白費氣力 柔缺剛,公義不克,缺一不可 老師傅,你怎麼教徒弟? 你師傅有沒有跟你說過? 忌激醉忌,心浮氣躁? 年輕人,你這樣很吃虧的 我師傅沒有你那麼多話說,你打還是不打? 然後… 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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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年紀 我年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杀手 好 你別管, 打得贏的就是好拳 我不能在, 打得多了 你沒事吧? 我不會佔你便宜的 我不會佔你 我不會佔你 我會佔你 你死定了 你死定了 我死定了 啊 啊 0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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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一百年都恨之苦, 永遠都恨之苦 一百年都恨之苦 西州府 年輕人, 能夠有這樣的技術, 都很少有 老人家還有這麼好的體力, 真的難得 我聽人說過, 中國人有句話叫權怕少爭, 是治理命 多姆 但我這次輸了 我用的都是理教的權法 中國人的權法, 向來注重個人修圍, 不注重實戰 你令我大開眼界 奇蹟是應該以擊倒對方為目標的 錯了, 年輕人 要擊倒對方 最好的方法是用手槍 練武最重要的目的 是要將人的體能推至最高極限 如果要達到這個境界 就必須要了解宇宙創生 我走了, 保重 我們不是要決鬥嗎 決鬥, 是野獸才會做 我們算是打平實 但是我不等於所有的日本人 比我更強的日本人太多了 先生, 你不是日本人的電話嗎 說船宇先生你武功第一 原來是說你的修圍 還是不是說你的殺人伎倆 方元甲先生 他有一個這麼好的同弟 這點我輸給他 但是現在紅口道場的第一高手 就算了